其實重點我們控制飲食的時候 就是食物份量控制 我每次瘦下來 我就說好輕盈 哈哈哈哈來吃點東西吧 哈哈哈哈 然後就又回去了 你要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吃好的油 趕快喝 是最頂級的 哇桃姐頻道今天我們又要來聊一聊 比較有科學根據的一些斷食瘦身法 在我旁邊是營養師Sunny 歡迎你 我是Sunny營養師 然後這本書賣得非常好 謝謝你送我 然後他還有簽名給我 好感動喔 說是我的粉絲喔 真的假啦 你的歌好 真的假的 你跟老婆有定情緒 不會是太委屈吧 所以其實非常感謝你 那裡面其實也提到 減糖飲食啊 間歇性斷食啊 然後還有怎麼去執行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這很好 因為你知道嗎 剛好也是讓我煮菜的時候有個依據 對 裡面有95到10分 都是我媽媽做的一些家常菜 對 我們在斷食的時候其實都可以吃 但是那我沒有這個餐盤啊 我沒有這個餐具啊 其實我要送你一個小禮物 真的嗎 喔耶 好可愛喔 對啊 因為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餐盤 因為我是為了我阿嬤 因為剛開始我媽媽控制飲食的時候都秤重 然後秤到最後我在想 一般人不可能這麼麻煩 你就家裡來買個秤 然後食物你都秤多少 比如說蔬菜啊蛋白質你都幫他秤 好 我來猜一下喔 這個是飯 肉肉 菜 水果水果 用這個 醬菜 喔 對 這個跟我阿嬤講的一樣 他說這是放醬料 對喔 給你沾醬 對喔 其實不是 這個是放堅果 因為堅果一餐的量都大概這樣 就是這樣 其實重點我們控制飲食的時候 就是食物分量的控制 比如說蔬菜你要吃最多 這個是蛋白質 蛋白質就我們所謂的豆魚蛋肉 你都可以放可以替換 這個水果也是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 這是水果喔 對因為很多人會吃水果吃過料 你知道我們糖吃多了會變成脂肪 痕跡在體面 有一些人脂肪肝是這樣吃的 是 對 所以你只要照這個方式下去吃 你就可以很均衡 就是還是要用科學啦對不對 就是你要有科學的分量 對啦 包含你在料理的時候也是 像我媽媽會瘦下來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甚麼 就是家庭主婦在主菜的時候都直接倒油 那你知道那個油啊 不小心多倒了幾克 它的熱量就幾十卡上去了 那後來它是改甚麼 它就倒到湯匙 再倒下去 你就會知道你加了幾個 那你媽媽3.0耶 你這樣改造了你媽媽跟你阿媽 但是我講了很多次 這個習慣有一次一下就改 是 它是慢慢慢慢的 可是你知道我就是不撐頭 我每次瘦下來 我就這樣啊好輕盈 哈哈哈來吃點東西吧 哈哈哈 然後就又回去了 就是忍不住 對但人就是這樣啊 但是那個油脂也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啊 有些人在減脂的時候 他都不吃油 不吃油他是瘦蠻快的沒有錯 但是他沒辦法堅持 而且油脂是我們體內很重要的營養素之一 對因為它就是包含我們生的一些荷爾蒙 都是油脂融的 這是我們腦的一些腦細胞是甚麼的 太好了你主動提到這一題 今天這個故事就是一個大學生 他說三週前開始認真減肥三餐吃的少且清淡 啊清淡兩個字是我們女藝人一生的宿命啊 好每天也會運動半小時 不過最近發現以前天天能大便 現在不管在馬桶上蹲多久都上不出來 平時蔬菜也都有吃很多 為什麼會變蜜 他應該是少油了啦 對啊因為他都沒有在吃油脂 其實這邊除了少吃油以外呢 要有一個重要的關於就是吃好的油 對因為好的油脂非常重要 趕快喝 對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好像是橄欖油啊苦茶油也是 苦茶油是最頂級的啦 對因為他就是好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因為我們常常會講油脂比例盡量 單元多元還有飽和是一比一比一嘛 但是一般人就是不會這樣去算 但是你就是記得一個觀點就是多吃好油 比如說你在吃水煮的 你加一點好的油脂 也會增加我們身體的感謝 我也跟大家介紹我們這裡面有兩條Omega369 369都是好的油 但是我們普遍是Omega6吃太多 就是所謂的植物有包含一些 你吃的肉的油脂都是算Omega6 鮭魚算是3對不對 3 對 那6吃太多的時候其實是會讓身體發炎 所以你發炎指數高是這樣來的 好我來跟大家講一個心態好不好 比如說你到超市去看 這樣一桶喔兩三百 對 跟這樣子一瓶 就有時候賣到八九百一千喔 那媽媽當然是要持家 我當然是選那個油 兩三百你就覺得一直到一直到沒關係 我告訴你我就是一直撿不下來 我找到原因 因為我吃太多那個油 發炎指數比較高 對 那其實你這樣算喔 當然我們當下會感覺它貴很多 但是你想想看 你有一天你身體的某一個習慣壞掉了 那個錢是更貴的 對 比如說你的肛臟 你的腎臟 那這時候你想要花再多錢 你說你媽媽玩就 還有一個你知道我覺得我們消費者 這個就要講腦剝弱這件事 我超容易被洗腦 我老公都在旁邊一直搖頭 都覺得我 我是商店派來的嗎 就是人家講什麼 你說我們好好 這邊這個買 那個買這樣 我們被洗成怎麼樣你知道嗎 普查油跟橄欖油一樣好 但是它的發炎點嗎 還是更高 所以它更好 其實橄欖油並不產在東方 其實是義大利亞西方過來的 你覺得橄欖要貴不貴 蠻貴的 但我們已經被洗到就說橄欖油很好很好 所以我要買我情願花貴一點 是去買橄欖油 而不是說其實苦茶 東方比較出產的是苦茶油 所以大家反而不注意它 我就覺得 怎麼會要付那麼高的運費 去吃那麼貴的油 雖然它價格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更好 而且適合我們的烹調方式 所以這個油到底該怎麼吃 這樣講 烹調是一個嘛 這個是媽媽在掌控 一個人比如說有上班族 回到自己就是一個 只能用電的小廚房 大學生有時候也是 對不對 也不能炒菜什麼 他們怎麼去攝取這個油 其實你剛才講的 苦茶油是一個嘛 那堅果也是一種好的油脂 像比如說它選擇魚油 我們一大生 然後生排魚 鮭魚 都可以補充適量好的油脂 對 而且現在也蠻多那種健康的飲食 對 他們也會提倡他們是用 苦茶油做的 之類的這種 其實你知道嗎 我也經歷過這麼多不同的 很有時代感的一個老藝人 就是講到說以前小時候 一開始就吃豬油 媽媽炒豬油 好香好香 那青菜 就突然時代也進到 下一個十年或二十年就說 豬油不健康 大家小心 動物性脂肪 bl... 可是現在好像又替它 稍微翻轉了一下 對啊 其實任何 講到頭來你還是分量的問題 不管是豬油 或者是你說糖啊 任何的食物 就算再健康的東西 你吃多了 不能一直吃 都是不好 就是分量的問題 對啊 那豬油你其實適量是OK的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蠔油的比例 你也是要 個成一比一比 對 都要 那飽和脂肪酸其實也要攝取 欸 然後我有聽說有人 一早起來 有些女藝人你知道怪招很多 我覺得演藝圈充滿了女巫 他們就會早上起來一吃油這樣喝下去 這樣是好的嗎 其實針對有一些人 他沒有吃到好的油這樣是不錯的 甚至有一些便秘的 潤腸嗎 對你也可以這樣吃 因為常常我們講便秘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膳食纖維 菜汁夠不夠 對 第二個就是油 有沒有吃好的油 還有水 水也很重要 這三個條件你有沒有做到 還有壓力啦 其實女人很多的時候是壓力 對 我就說有時候早上我通告有時是10點 我就真的沒有辦法打出來 嗯 欸 但如果我早上沒通告 喔 就是很漂亮這樣 對啊 因為便秘也分好幾個類型嘛 比如說你是壓力型的 那我們知道人是很精密的深化體嘛 是 然後他危險的時候都會有什麼 有機制 對 那腸胃一定排在後面 比如說你要打仗 你會打到一半上廁所嗎 不可能 所以你如果壓力的時候 會影響我們身體的荷爾蒙 對 包含比如說有時候是生理失蹤的問題 你是不是只要一放屁就要去廁所 盡量是如果想排的時候 是可以讓它順利的排出來 或者是你固定一個時間 可是你正在開會啊 啊主管又講不停啊 怎麼辦 可能你就是要稍微調整一下 你的生理失蹤 就比如說你可能早一點 去蹲廁所 嗯 或者是晚一點就去蹲廁所 一開那個 你平常比較盲目的世界 我看那個防彈裡面有那個什麼 MCT 嗯 有你知道什麼 對 中鏈脂肪酸 中鏈脂肪酸 對 其實它也算是一種不錯的油脂啊 因為它的稀鬆淡性比較快 好難喝那個味道 但是因為你就講到這個生酮的方式 它就是多喝油脂 那MCT就是比較讓你快速可以利用你一種油脂 但是普遍你如果在執行生酮的時候 有時候你不小心油濕過量 然後你又多吃了碳水 就是更恐怖 哎唷 我才想問你你就講了 這一集我們不是在討論說要不要吃油嗎 然後我就想說 那油炸油條可以吃吧 這樣是不是有吃進油 油嗎 油啊 它是澱粉 對 但是它又有碳水 就是我們最怕有一些人是 比如說它是少吃碳水 多吃油 那有一些是少吃油 只吃碳水 但怕的是什麼 我吃碳水又吃油 這個就是肥胖的完美組合 對對對 所以你就是可能你選一個方向去 然後執行 因為有一些人比如說生酮 我半天生酮 我早上吃油脂 晚上吃碳水 這樣就其實是等於你都是了 哦 所以不能這樣算說 你看油條在低油 所以我有吃油 不能這樣算 因為你也補充到碳水 好吧 大家聽懂了嗎 好多用苦茶油 多用好油 Omega369要平均的社區 今天要非常謝謝我們的三寧 謝謝 拜拜 我真的好想流淚 你想這個過程啊 我都有在做 但不是為我 也不是為我老公 也不是為孩子 是餵狗 我們家真的有那個蹭 就是在蹭狗 每一餐吃的菜蛋 你也幫他控制份量 對 我自己沒有 但是我每一餐都幫狗這樣子設計 但我們家就是人都吃的蠻隨便的 就是可能以後就是 狗會替我們送終吧 哈哈哈 你狗活得比我們還要